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着 千天百日的 女敢调戏向府的千金小姐 又抢到了 《春桃厂堂》这个是在台湾 他其实是所有的一般朋友 如果想要认识金剧非常好的一个入门款 因为在这出戏里面 即便你对于传统金剧的这些 他的一些表演功法的素养 不是那么深厚 但你依然能够从这出戏的呈现当中 看到金剧的一种精彩 为过调戏亮架绿余 公子留步 公子请留步 二大字 换我则是 我叫春桃 这是李向国千金 我叫小姐 食材多蒙相助 我们要是不想 演春桃让我来觉得蛮释放 就是不会有什么拘束 那唯一拘束的就是可能一些的身段部分 需要再更小巧玲珑啊 这些 就我自己要再注意这样子 薛公子身犯不罪 这一闹乌独抢抢名女 薛公子路见不平 一时失手啊 把乌独给打死了 到战战 我称这出金剧的春桃闯谈为天下第一喜剧 而且它的喜剧不是说无厘头乱搞笑 它是有根有据 里面的文学底蕴都很强 而且反映了整个时代社会 而人物设定又是这么样的鲜活 每一位演员都期望这辈子能演一次 春草我们有三位学生同时在学 陈淑芳老师教了 黄诗雅 林婷渝 林嘉玲 而胡志甫只有陈渊宏一位 学乌独她们吃香菇冬创 这小姐滴滴流汗的花糖 老乡也千挑望山开山上 我要去见小姐 本来春草姑娘与我同行 我觉得丑角她在这整个戏剧作品里面 她是来自于把整个剧情往上去堆叠 这个男主角她这个油华之斧 两面倒奇强派一个两面倒 她就是整个故事里面的boss 这个春草她就像闯关者一样 所以我们就是互相刺激 但大胡志甫竟敢在小姐面前 一个似的偷巧成河铁土 哎 项链之内分明不是小姐 你凭什么说她不是小姐 那 透天换日仿项链不是小姐 是丫鬟既生煞小男者眼 勾一把花儿充母的 孙草她里面从头到尾几乎没有什么休息 然后她所有的争吵或者是她人设 因为她就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然后她都是比较激动的状态 所以她的所有的吊门 不管是唱或者是念 她的吊门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在面对春草这样的剧本的时候 我们可能我跟师傅之间的丢接 然后我跟老夫人之间的丢接 我就可以马上接到之后 然后赶快做出一个反应 就是春草应该有的反应 然后或是我自己会做出的反应 然后我再把它马上的还回去 反击回去 我自己觉得我就是本性出言 小姐您在支付跟前 连姑爷都认了 如今是骑着老伙伴上的去下不来了 干脆一根子打到底 说不定还能弄假成真 很多年轻的朋友看了以后 惊呼连连都说 这绝对不比音乐剧 查整出戏没有一个细节能够放松 那因为这个春草太机智了 而胡知府完全反映了官场上面的人的心态 她的语言跟你生活没有说差很远 然后整个剧情的节奏也是非常地进展的非常地快 不会让你觉得有一些拖沓的地方 然后她有一些的细节你会觉得高低起伏 很有那个情绪感 然后观众也好像一起跟春草一起在那边闯堂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出 也是可以跟观众互动的一出好戏 得不忧适 少年露